愚人节的由来 每年的4月1日是西方民间的传统节日愚人节 愚人节的时间是在每年的春分前后 这段时间天气变换无常 就像是大自然在愚弄人类 关于愚人节的起源可追溯到16世纪的法国 公元1582年 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决定采用格里利纪念法 规定1月1日作为一年的开始 从而取代原有的新年4月1日 但当时的一些守旧派反对改革 仍然在4月1日这天庆祝新年 改革派便在4月1日这天 邀请反对派参加假的宴会 并送上假的礼品 从此在4月1日这天捉弄别人便流传开来 但是愚人节开玩笑只能玩到中午12点之前 过点开玩笑的人还会被认为比取笑他人更傻 作为风行全球的民间传统节日 愚人节已经逐渐流行到世界各地 成为广受人们欢迎的节日之一